嘉義我們可以看到有這個蚵農 我一大早就出海作業 現在這個一籠一籠的這個蚵 都是緊急搶收回來的 還在這個加緊作業要 把這些蚵呢 都搬到這個岸上 來替一下稍少他們的說法 這個颱風勢必會影響台灣 所以蚵農呢 是先做好準備 有一些可以採收的 就趕快先採收回來 有一些還不能收的 只好呢 先趕快加強這個防臺措施 而每年的五月到中秋節的 這段期間 都是牡蠣的採收期 所以很多客人也擔心 颱風會影響這個蚵的採收 所以您可見天沒有亮 就趕快出海作業 希望未來幾天 就算大風大雨 也可以把這個天災的損失 降到最低